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晚上好 我是幸福的白白超人 那今天呢是9月10號禮拜四 也是我玩上過群運傳的第206天 那我剛剛有講我幸福 為什麼? 主要是因為早上的時候我老婆跟我講說 她想要主動承攬這個洗衣服的責任 就是說從今天開始洗衣服都交給她了 因為她想要爭取我提早睡覺的時間 然後幫我爭取我陪伴孩子的一個實踐 所以她說她想要把洗衣服這個重責任拿來承攬 因為她早上的時候沒事做嘛 所以她想要就是把洗衣服這件事情去填滿她早上沒事做的這個空檔 真的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 因為結婚也快七年了 就是還沒有看過她幫我洗衣服 那終於在今天 她主動這樣提出真的很感謝 真的很感謝 OK那那個三國群專案的粉絲團 我相信各位朋友應該都有看到就是 他們小編他們去採訪那個 一些12強軍團的影片嗎 應該都已經發完了 12強全部影片都發完了 老實講我覺得還蠻感動的 還蠻感動的 為什麼? 因為這麼多的遊戲啊 裡面我真的還沒有看過有一款遊戲 這麼有心 會特別去採訪這些玩家 從南跑到北齁 我記得好像最遠有跑到墾丁吧 那最難的話應該也跑到那個金 有跑到金山嗎 我不知道 反正跑蠻遠的啦 從北到南全部都有跑 真的很厲害很不簡單啊 這個交通費應該花了不少錢 對啊 所以我覺得三國群專對我來講的話 真的也是一個很值得去長期經營的遊戲 因為雖然說他現在啊 人氣可能沒有像以前那麼旺啊 沒有那麼旺 但是儘管如此 官方的話其實還是蠻用心的再去經營 就是有去聆聽我們玩家的聲音 比如說像之前有講 離線掛機 也講離線掛機 那現在也有了嗎 我現在有離線掛機的 那講說一件販賣一些東西也有了 那講說要進比較長 方便買賣也有了 就是基本上來講 我們玩家建議的東西的話 他都慢慢的加進來 OK那當然啦 今天的話 我也是要給一些建議 因為我還是覺得有一些地方真的很不方便 尤其是這個收集廁出了之後啊 收集廁出了之後 我總覺得啊 我身上很多裝備啊 未來都可能會放在收集廁裡面 所以我 很多東西我都不太敢賣 很多東西都不太敢賣 就是可以留就留 像我現在身上啊 大概就是常態維持 一百三十幾件道具 然後我的錢裝啊 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錢裝的話也是常態的 就是 會大概就是全滿了一個狀態 頂多留一格 留一格就是為了把東西放進來 然後再重新整理 就這樣子而已 因為很多東西可能未來都會納入收藏 譬如說 小兵 有沒有可能以後會納入收藏 我不知道 但是都有很多可能性啊 總是會有這種 預測心理 所以很多東西我都不太敢賣 不太敢賣也不太敢先清掉 就是怕說以後可能出了 那這個價格就會很貴你想收 就收不太到 所以說 我這邊想要建議 就是看可不可以把錢裝的部分 給他開大一點 給他開大一點 因為現在格子數啊 感覺真的是不夠用 不夠用 那這個 這個包包部分的話 或許也可以再開同一些 因為我相信很多玩家 身上應該不會像我這樣子 只有一套防禦裝 以後 很多玩家的話應該都會有屬防裝 譬如說 水防裝火防裝 線防裝 腰防裝 射防裝 一堆奇怪怪的鎖防裝備 那他們放一放的話 其實身上沒有任何道具 可能也差不多120格了 所以在這邊的話 還是建議官方 看可不可以通融一下 再開放一些格子的空間 哇 存證怎麼會便宜 再開放一些格子的空間 就是錢裝讓我們可以擴充 因為很多人的話 其實真的是有這個擴充的需求 那這個也相信蠻多人都有提過了 就是看可不可以納入 下次改版的一個建議事項裡面 OK 好那我就先玩到這邊 晚一點後 我再撥空來打戰場 因為我要存這個小五魂 我要存這個小魂 小魂 因為這個小魂啊 只有現在才有 只有現在才有 它不是長期的 我們點開商城這邊就有寫 新戰場關肚之戰 限時送關肚小魂 所以可以參加就參加 然後把這個小魂囤起來 等到以後活動啊 活動跟 跟這個戰場都沒有出小魂的時候 再來賣齁 因為 價格應該會蠻漂亮的 應該有 我之前 之前底下有留言就是說 價格有到80到100斤齁 那如果說 存20個的話 我就可以賣到200 可以賣到2000斤了 我現在真的很缺金元寶 好 各位朋友先這樣子 晚安 拜拜